1950年代创校的淡江大学是台湾第一所私立大学 从一开始的淡江英语专科学校至今日的淡江大学 孕育许多不同领域的知名人物 例如喜欢看武侠小说一定知道的古龙 他就是淡江大学的校友 校区内克难坡132街陡坡是创校初期学生上学必经路线 以竹卷造型为概念的书卷广场象征古代书简 纪念台湾校园民歌运动催生者之一的李双泽纪念碑等 十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景点称为淡江实景 来到淡江大学不妨到这些地方走走 大学不妨笨 比日我在世位 体肌尸奸